小可爱们,上课啦!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道植树问题 在一条长100米的大路,两旁各栽一行树,起点和终点都栽 说明它属于两端都栽的植树问题 一共栽了52棵,相邻两棵树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 要求相邻两棵树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那同学们先来观察,两旁52棵 那我们要研究一旁的话,就要先拿52来除以2 就是一旁的科数,52除以2,除出一旁就有26棵树 好,接着我们来观察,这是属于起点终点都栽 属于两棵都栽的指数问题 那我们来看,两棵都栽,科数跟间隔数之间有什么关系 那同学们看,这呢,是属于两棵都栽 老实话,这幅图给你观察一下 几棵树呢?两棵树,几个间隔?一个间隔 那你就发现了,间隔数是比它的科数少1的呀 你看,间隔数1比两棵树少1 那说明,两棵树都栽的话,间隔数比科数少1 那现在有26个数,几个间隔啊?就比科数少1 所以用26来减1,有25个间隔 好,同学们,全长是100米的 那间隔数有25个,那么每个间隔有几米 可不可以求,那就用全长除以25个间隔 就可以求出每个间隔就是4米 就是它们的间距两个数之间的距离 同学们,你听懂了吗?